9月18日,位于吉林长春的维满皇宫博物院发布了新出版的学术研究图书《日本秘藏清华战争照片实录》,本套书籍收录珍贵历史照片1407章,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向读者全景式展现了日本清华战争。 记者了解到,日本秘藏清华战争照片实录分为鼓动与粉饰战争,保守与隐秘战时机密,武力清华与战场暴行,抢占破坏与经济掠夺四册。 部分首次公开的照片是1931年到1945年日本清华战争期间,日本人用自己的镜头对这场战争的记录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照片中大部分被当时的日本军部审查人员盖上了不许可的印戳,禁止公开发表。 这些照片让人们能够看到那些清华日军隐秘在战争中的罪行,粉饰战争的丑恶,以及一些被刻意抹去的真相。 维满皇宫博物院学术研究部主任王浩介绍,本套书籍从2018年开始征集、整理、研究、编著,经过多轮审教,历史五年多终于面世。 整个的一个照片的整理过程呢,其实不难,但是在我们研究过程当中,一定要研究出来,为什么当年这张照片被列入不许可。 我们要研究明白这样的一个事情,所以说呢,不断在求证,考证,校对。 所以这个过程呢,就是非常的漫长,历史五年之前才摆这本书出来,这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。 据了解,书中照片不仅聚焦中国战场,还保留了日本国内普通民众在战争总动员鼓动下的生活影像,可以更加全面地审视日本侵华战争给日本民众带来的灾难。 长春曾是日本侵华时炮制的维满洲国首都,坐落于此的维满皇宫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伪政权所在地,留存有大量日本侵华罪证。 每年9月18日,维满皇宫博物院都举办相关纪念活动,今年,社会各界人士再次齐聚于此,共同缅怀先烈。 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吧,希望大家可以铭记历史,勿忘国史,激发出大家的爱国热情。